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一週大事 我是Tracy 身邊的是K K 你好 Tracy 你好 K又有傳內地可能在下星期公佈深港通 現在還有可能港股通會擴容 不過這是未經證實的 這個時候等我先和大家回顧一下中港股市 今個星期的表現 港股星期一上市2萬點的關口無公二環 收市更加倒跌43點 帶市成交創今年新低 縮減去到437億元 港股星期二缺乏方向 收升21點 成交金額仍然不足500億元 美國加息預期繼續升溫 但美股反應正面 港股星期三盛接升勢 一開始已經重上2萬點以上 急升超過500點收市 創了超過一個多月以來最大的單日升幅 成交金額亦增加到620億元 但升勢未能持續 恒指星期四再現疲態 大市高低波幅只有154點 成交亦再次回落到500億以下 星期五重榜籃籌 騰訊一枝獨秀曾經高見171.8元 創了上市以來的高位 獨力貢獻大市101點 港股一度突破50天線阻力 恒指星期五收跌 恒指星期五收報於20576點 整個星期計是升724點 升幅超過3% 而國際指數 星期五收報於8595點 整個星期計升291點 升幅超過3% 今星期黑色期貨價格延續跌勢 五家上傳出內地再融資市場的監管升級 A股能否獲納入MSCI指數 投資界的取態 亦佔趨保守 星期一 淡市中靠穩 但星期二 回跌到2,800點水平 星期三 雖然險守這個關口 但戶市 成交創了4個半月新低 只是有1,178億人民幣 當日計 戶股通連續8日正流入 意味著有外資進場撈底 去到星期四 上證2,800關 增持激烈 一度失手 低位見過2,780點 但銀行股攀升戶盤 即使呈V底反彈 最終以2,822點收市 戶指似乎獲得支持 但要向上攻仍然乏離 不過市場交投擔勝 星期五 上證指數 接近持平收市 今個禮拜市場信心明顯不足 兩市成家維持4,000億人民幣左右的低水平 上證指數星期五收報在2,821點 整個星期計 上證累計是跌4點 跌幅只有0.16% 連跌6個星期 累計跌了8.35% 看完大使的表現 和大家跟進一下 今個星期有甚麼焦點板塊 這星期南籌股的業績令人失望 巴黎國際去年少賺超過3.8% 去到29.3億元人民幣 勃期股息0.06元 按年大減近7成 即後遭到多間大行暢淡 股價星期四急拆6.3% 是表現最差的恆指成份股 而即前兩日做好的康師傅 星期五公佈首季業績 期內日厘大跌4.6% 各項重要的業務指標幾乎全面下跌 聯想就公佈截至3月底的去年度業績 7年以來首次見紅 虧損1.28億美元 即後遭富稅和野村體坦未來表現 康師傅和聯想的股價 星期五分別跌1成和3.8% 雙雙成為星期五表現最差的藍籌 第1、第2位 再和大家跟隨這三隻股份 整個星期的造價 聯想集團整個星期要跌3.6% 星期五收報4.79 而康師傅更加整個星期要跌超過1成1 星期五收報7.21 而巴黎國際整個星期都要跌超過8% 星期五收報4.37 跟著看看豪島股板塊今個星期的消息 5日澳門入境旅客數字見到有2點 大動豪島股今個星期在大市滿局中發力 4月入境旅客數目一共有大約247萬人次 比3月上升4.4% 當中內地旅客按年增長1.2% 而過夜旅客亦按年增加5.6% 去到122.4萬人次 以逗留時間來計 訪澳旅客質素持續改善 另外市場估計5月份的博彩收入會回升 匯正預估5月份倒收按年跌7%至9% 花期預估數字是185億澳門元 按年同樣跌9% 不過按月回升6.6% 加上早前澳門政府較早前公布5年發展計劃 計劃發展主題樂園 期望大動非博彩收入水平 都利好豪島板塊的表現 看看他們這個星期的升幅 銀魚整個星期累積升幅 埋近6% 星期五收報在25.7毫半 澳博整個星期累積升幅2% 金沙中國升半成 永利澳門升超過9% 新豪國際靠穩升埋近1% 美工煤中國升超過2% 而煤炭股這個星期轉趨強勢 主要是受到有關大型煤炭企業 醞釀在6月再上調動力煤價格的市場全民刺激 之前山西陝西兩大煤炭大散 因為煤礦事故停產 內蒙股也有不少煤礦系被關停 導致產量罩減 刺激煤炭現貨價格上升 從而引起市場對大型煤企業6月提價的預期 而大行花旗報告亦都指 如果嚴格執行中國政府下令煤礦減產6% 在供給面大幅減產之下 預期未來幾季 內地煤價有望復甦 更加因此勸喻買入的評級 並且中煤能源H股的目標價提升到3.9% 一起再看版塊這個星期的造價 神話方面見到整個星期升埋近6% 遍週煤也都涨超過6% 而中煤能源更加涨少1% 星期五收播在3.38% 看看外圍的消息 美國多項經濟數據預視著 今年第二季 美國經濟增長有望提速 除了五月份 Market製造業BMI初值 創了6年半低位建50.5之外 其他数据都是好过预期 当中见到4月份新屋销售按月上升16.6% 去到超过8年的新高 而成屋代完成销售就升5.1% 去到10年的高位 都反映建筑业是保持蓬勃 较早前公布的4月份内容品订单 显着上升是增加3.4% 另外美国上个星期新森林失业救济人数 降到一个月的低位 反映劳工市场持续强劲 数据向好都令市场 预期美国加息的憧憬加温 加上多名联储局官员都继续为加息出口述 包括波士顿联储银行行长罗森格林就说 已经准备好支持收紧货币政策 另外盛路易联储银行行长布拉德都认为 英国脱欧公投是不会影响美国加息步伐 两位都有加息投票权 至于联邦基金利率市场期货 就最新显示7月份的加息机会率是升到51% 这个时候再和大家跟随下个星期有什么的焦点数据 星期一可以留意外围方面 美股和英股都有市 欧元区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 星期二本地会公布4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 外围了美国会公布3月份标普房价指数 4月份个人所得和PCE 欧元区公布4月份失业率 还有5月份的CPI数字 日本会公布4月份的失业率 来到星期三 外地方面可以留意5月的官方财新制造业PMI 外围方面 美国5月market制造业PMI ISM制造业指数 欧元区方面 5月market制造业PMI中值 星期四最早在外围 欧洲央行议息 欧元区会公布4月份PPI数字 美国联署局公布核皮书 美国会公布5月份ADP就业数据 去到星期五 内地可以留意5月财新服务业PMI外围方面 欧元区4月零售销售 美国4月贸易收支 工厂订单 内容品订单 以及5月就业报告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欢迎上我们的官网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再见